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我们今天来的这么多的高僧大德 感恩我们今天所有道的佛友 你们就是未来佛 台长很高兴 今天的大家想不想先听好消息啊 那么台长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本事 不就是经常能跟菩萨说上话吗 那么告诉大家好消息是你们知道观世音菩萨 来了 来了还不算数 观世音菩萨今天在这里 你们知道不知道 显化 三十二声 还有来了多少罗汉菩萨你们知道吗 知道多少吗 我数不清 太高兴了 法系充满 做人 我们如果能够做得像人 我们做佛要做得像佛 我们这个佛才有意义 我们这个人活得才有意义 大家要明白 我们现在学佛 就是在做佛 那么 今天呢 说了很多弟子 法系充满 实际上是替菩萨的 关世音菩萨真的很 心疼心疼我们 台长经常看见菩萨的时候 并不是像你们想象当中 关世音菩萨每次都在笑 他有时候的眼睛 饱含的一种慈悲 而师父看到 关世音菩萨的眼睛的时候 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 我从菩萨的眼睛 我看到什么叫大慈大悲 学佛人 大家要记住 你们说你们身边有没有佛 台长告诉你们 有众生的地方就有佛 开悟的众生就是菩萨 如果一个菩萨迷失了方向 他又变成了众生 所以菩萨成愿再来救人 用现代话讲叫冒风险 但是再大的风险 我们也要床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理念 我们到人间是过路客 我们要寻找真正的家 我们要回到我们母亲的回报 佛菩萨 佛菩萨告诉我们 世界万物 是有生有灭的 人生也是如此 我们短暂的人生 与宇宙比起来 那是多么的微小 台长经常叫你们坐飞机的时候 看在下面 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你们坐飞机的时候 你们看见下面 一辆一辆的汽车 多么的微小 一幢一幢的房子 是多么的渺小 而当你们在自己的大的房子里面 你们感觉你们的房子是很大 实际上 在菩萨眼中就这么一点点 所以要记住 人把这些东西看得太重 就是没有做成菩萨和佛的境界 希望你们为什么要看得轻一点呢 因为你越站得高 你越看得软 你越深得高 你看人间才会看得透 当你把人间的所有一切 全部抛弃的时候 你才是得到真正佛的境界 想想我们为什么很多事情这么执着 我有一个朋友 我们在澳大利亚有个朋友 他是我的好律师 我们有时候经常聊聊 他现在跟着台长也在学佛 在律师楼里面供一位菩萨 我跟他讲 那你在律师楼里如果供菩萨的话 我说也蛮好玩的啊 人家说 这个人太可恶了 我要跟他离婚了 他害死我了 他欺骗我 哦 你等等吧 我说 他就拜拜 给他智慧 我跟他说 你不要去赚这些钱 你赚了这些钱 你是动因果的 所以真正聪明的人 不动人家因果 所以连佛菩萨都不能动人的因果 但是 谁能改变自己呢 就是众生佛 就是你们的本性 就是你们的佛性 只有你们自己才能改变自己 这个世界上靠谁靠得住 你们告诉我靠谁靠得住 对了 靠菩萨 因为我们在人间真的很可怜 我们从小的时候 我们想 我们能够靠孩子啊 孩子大了 会孝顺 现在想一想 几个孩子能孝顺呢 你看我们身在澳洲 他们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 对不对啊 那些西方的教育 根本没有这个概念 等到年纪大的时候 就把父母亲送到养老院 送进去的时候 好好的一个老人 几个月待下来 眼睛发呆 脑子发呆 整个人就呆了 就是三等人 等吃 等睡 等死 所以想一想 所以想一想 自己的孩子 如果到父亲节 母亲节来看看他 几个月寄一封信 那一定是很孝顺 所以我跟他们讲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因为台长一直引以为自豪 因为我们中国人懂得孝顺 所以我们的文化才能渊源流长 万事孝为先 正因为我们有孝 所以我们才会有本性 有良心 我们的心中才会让佛藏住 有什么可以执着 有什么可以执着 有什么放不下 这位律师告诉我说 打官司的时候 都是浑身 都是一种气 他说这种气来找我的时候 就是恶气 让我会浑身发颤 什么意思 就是当一个人恨一个人的时候 他一定吃到他的恶气 当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 他这个气场过去 他接收了 他就生气 所以学婆的人 要懂得量大 福大 要懂得气量量大 我们要懂得做人 要懂得要宽宏大量 懂得 鲁家讲的叫仁慈 实际上 佛家讲 就是菩提心 就是大慈大悲 所以我们在拥有的里面 如果我们在做人拥有的里面 你们知道 有两个字是佛菩萨最喜欢的 佛菩萨曾经说 知足 被佛认为 是最优秀的理念 一个人要懂得知足 想想看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多少人走在我们前面 世界上想想看有多少人已经离我们而去 你们知道 台长告诉你们一个数字 非常惊人 这是经过 联合国劳工组织的统计 全球每年 因工伤或者职业病死亡的人 有两百万 不要鼓掌 二月份 2012年二月份 在意大利 因生产失眠 因生产失眠 导致几千人死亡 你们都不知道吧 天天在死人 天天在死人 你们知道 世界上每天 有多少人死亡吗 十六万 想一想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还要贪什么 我们有什么还忘不下 为了一句话 为了一件事情 很多人还说 我气 我记 我记 他一辈子 我死的时候 我也忘不了他 这句话 想想看 人的气量 是何等之大呀 大不大 各位吧 明白了吗 所以台长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要面对 为什么台长 叫大家学活 实际上 学活就是提高 自己的智慧 因为我们人 现在活在世界上 最缺少的是什么 接下来你们讲的 我不讲的 你们都知道了 明白吗 所以知足得到拥有 而要想拥有就必须知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